本节目由华星娱乐VPVA设赞助播出 杀人魔先生 你也许会吓到吧 竟然有人透过这种方式来把信交到你手中 你犯下的案子已有十七起之多 受害者皆受到严重刀伤致死 而且无名纸都被割下带走 专家们都猜你是一个结不了婚 嫉妒别人能戴上结婚戒指的疯子 媒体还因此替你取了一个永俗的绰号 叫无名纸杀人魔 没错吧 我写这封信给你 是想拜托你帮我做一件事 请帮我杀了我的男朋友 我跟男朋友分手了 但他不告诉我理由 还从此音讯全无 后来我逼问我男朋友的死党 才知道他设定了一个目标 二十岁前要交过二十个女朋友 一想到还有其他女孩子会跟我一样 我就吞不下这口气 所以 我想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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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杀了他 可不可以请杀人魔先生 再多杀他一个人呢 为了找你 我可以在深夜的街头上逗留 来吸引你的注意 这样 我就可以把这封信交到你手中 不过我很害怕 如果我真的遇到你 在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之前 你会不会先以迅雷不及 严惹的速度把我杀了呢 至少 在临死前 来得及把这封信塞到你手上吧 他死了 我知道 我有看新闻 会不会是因为 他跟你分手后 心情不好 半夜跑出去 干我屁事 都已经分手了 至少你也给他一个理由 不然每个跟你分手的女生 都疯狂找你 你却一直躲他们 真的怪我吗 谁叫他们看到我的外表 就答应要跟我交往 然后分手后 一直靠背 说要给个理由 没什么理由 我当初主动跟他们交往 也可以主动把他们甩掉 真搞不懂你 20岁前要交超过20个女朋友 这种无聊的目标 像这种 要长相没长相 要钱没钱的灾难 当然不会懂 我听得出来 他已经不把我当朋友看了 像伟红这种 凭着外表把女生玩弄于鼓掌上 借此产生优越感 认为身边所有的人都笨蛋 他以为 一切人在他的掌控中 你去帮买包烟 对了 这东西我不知道 该不该先让你看过 什么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某个人 在临死前 塞到我手上的信而已 我不知道 你别管了 我是不是 我可以把你给你帮助 让你帮助 我可以帮忙 到你之前 我可以帮助 我在你帮助 我平时 我可以帮助 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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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